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 这个等于是小飞 这个当然是飞不飞掉 无所谓 那么作为这边来说 白旗挂脚 再飞 是吧 这个是不同的 也有拆二的 也有飞 这个飞是讲究了效率 那么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以后连通补一个 这样成功的效率呢 就明显了比这个大 好 那么如果说白旗形成这样一个结构 应该来说是从我们平时的评论已经书上说 这个白旗还是挺满意的 效率比较高 当然如果光单纯 从手控的角度上来说 把白旗全部算成控 也不过分 也不过分 但是黑旗 单纯我们就是说 从破控的角度上来说 黑旗其实还是有手段的 但是这个手段似乎就不太好找 不太好找 这个形状 就是说你当然把它单纯控 根据情况的话 你就说销一销 算了 因为白旗毕竟也花了这么多纸 给了它也不是不能接手 也不是不能接手 你就算坚冲 这个也是 当然 从某些情况下 黑旗就是说需要实地 现在外势或者没什么意义的话 那么来破控还是有招法 但是这个点在哪就不是那么好找 不能在里面瞎点 你说这种瞎点 基本上是没有出路的 这样的话是不太活不出来 扣一个或许是有一点 有那么一点 像那么回事 但是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危险 这个白旗搬了以后 就算粘上 当然你指望着爬 那飞 这样的做活应该是问题不大 但是问题是你这个爬 爬不着 白旗有这个小尖的抢手 你这个再搬它就走 这个黑旗 局部也就是说是活不出来 活不出来 这个就目前的状态而言 这个是 当然你或许别的地方有些什么资源 或者说是白旗 退一万步来说 就是说 当然是白旗肯定能杀你 肯定会杀你 退一万步来说 这个旗 白旗就算监住 损失也不太大 你这个 你就是等于是 你最多呢 就退一个 稍微便宜了一点 和直接点党相比呢 稍微便宜一点 但是呢 没有伤到白旗的这个根本 没有伤到白旗的根本 那么这个呢 也不是很连利的下方 那么对付这个旗 黑旗要想破空的话 那么黑旗这个破空的最招法 严厉的招法在什么地方呢 在靠 这是一步啊 就是说 非常啊 也找到了白旗这个 形状的弱点 找到了这个白旗形状的弱点 并不是那么的完美啊 也就是说 靠 但这个靠了以后 白旗呢 有种种的印法 我们呢 来看一下啊 如果说单纯的 守地 白旗就是软弱了 他就退一个 那这个呢 一般来说肯定是 不肯这个接受 从手控的角度 或许说 退一个能守住啊 那么 当然现在不能贴了啊 那么白旗可以帮助 白旗可以帮助 不过呢 这样呢 被黑旗便宜了以后呢 黑旗就简单的跳一个 白旗呢 只有拐过 啊 这个 看似呢 嗯 这个 白旗还守住 但是 等于被黑旗 这么压缩了一下啊 等于说 这么压缩了一下 白旗 守得实在是 太委屈了啊 显得太委屈 心有不甘啊 这个黑旗 就是说 这两个交换 黑旗也不亏啊 也不亏 这样的话呢 这个白旗肯定是 基本上心情上是很难接受啊 这个 你至少来说 他销在这里是 小尖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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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心有不甘啊 嗯 而且何况黑旗还有可能啊 去强行破你的空的话呢 还有可能顶啊 当然这个顶好不好 就是另外再说啊 这样呢 白旗想守呢 是不好的 太过软弱啊 那么如果 哎 白旗搬呢 搬的话呢 如果黑旗只是长 那当然 没有任何便宜 白旗就顶住就是啊 这个 这个是 没有任何的收获啊 没有任何收获啊 加一个啊 虽然看上去呢 有点像 手筋啊 但是白旗肯定不会老老实实这么硬啊 被你打一下 那么白旗呢 就冷静的沾上啊 这个 嗯 黑旗呢 啊 谈不上有多大的便宜啊 谈不上多大便宜啊 这个 嗯 只能说是差不多啊 也没有十字性的这个收获啊 没事 那这个纸的位置和这个纸相比 那个明显就 这个跳呢 要比那个好多了 啊 不过你想帮助的话呢 这个漆啊 黑旗也 有手段 这个手段啊 就更加的明显了啊 扭断啊 扭断是在这个破控和藤螺制孤中 最常用的手法啊 紧紧的和对方呢 贴在一起进行肉搏仗 这样呢 能多出呢 很多的这个手段和借用啊 那么有了这个扭断以后呢 白旗的这个实地啊 显然呢 是不保 啊 你无论打哪一边啊 它都可以从另外一边呢 打下去或者翻上来 嗯 那么 如果你吃上面 那么 黑旗就翻打 你提掉呢 黑旗就张上啊 啊 那么从这里打穿明显的收获很大啊 不光是破了空的问题 而且白旗这两个子啊 马上就会出现这个死活啊 死活的问题啊 这里外面拔朵花呢 在由于这个地方啊 多了个子 如果单纯这样拔花 当然还是效率挺高啊 很舒服 但是这里等于是白白的废了一手旗 那这个拔花的效率呢 至少呢 就是说呢 下降了一半啊 啊 就是说它的功效啊 少了一半了 这个呢 就没什么了不起 这样的话 肯定是黑旗 比较成功的啊 黑旗比较成功 那么不打上面 如果 打下面啊 打下面的话呢 那么黑旗一样的啊 它呢 那就可以从这边啊 翻打出来 翻打下来 你还只有提啊 那它在张上啊 这样可以说 能够从这形状冲下来啊 破掉这个白旗的空呢 黑旗呢 也是 可以说是 应该是说是非常的这个 满意啊 满意了啊 因为破掉对方的空的这个旗呢 嗯 还不太容易受工啊 因为下部这个明显 这里有个斑 是吧 你要走的话呢 那它就简简单单的啊 这个 一跳就出来啊 嗯 你呢这个地方又不好意思虎 啊 这个虎呢 它就管这个白旗有点这个兄弟打架的味道啊 啊 这里得了 这边损啊 你走这个呢 它就立下来 啊 这个这个还有大飞这个木树呢 也吃亏了 嗯 而上面呢 以后黑旗如果虎到了呢 以后 就是说 这走完了以后呢 这个打啊 还有可能变成线索 要是这个再被打回去的话啊 这个就是 打回去的话呢 这个当初拔的花就白拔了啊 这样呢 就是说黑旗 冲下来 还是这个 明显的 获利啊 那么 走这个的话呢 那它就搬 是吧 这个处理起来不是很难 所以呢 嗯 白旗面对黑旗靠啊 单纯的这个想 防守呢 这个不好啊 不管是利 在底下防守不好 那么白旗往上面走怎么样呢 如果说长 这个是比较呢 容易 难道的 这时候黑旗呢 如果 就这么 单纯的跟着贴 这个不好啊 这个是束手 那么 这个头呢 再被人家一搬 再被人家一搬呢 这个就 形状就坏了啊 你要是这么弯出去 总是不好的啊 这么弯出去 这再被人家一飞 这个 形状太难看啊 这跑起来也是非常的费劲 不好啊 那么 顶一个 这个时候也有点熟啊 这个时候顶一个也不好 它可以呢 长啊 这样这个头啊 依然出不去 而在里面做活呢 显得 还是非常的这个困难 困难 这样呢 不好 那么这时候呢 它如果长的话 嗯 黑旗的这个处理方法 也比较 解明 就先搬 先搬 这个是绝对先手啊 绝对先手 白旗要顶住 如果说你去走这个的话 因为这个地方被黑旗顶 不但是先手这个搬 还是先手 啊 那么就再一打飞 这个活的就太轻松了 所以白旗呢 嗯 还是呢 要在这里 顶住 那么接下来呢 黑旗再虎啊 这个是 破空的时候 常用的这个 这个 招法啊 这样呢 嗯 黑旗啊 白旗呢 很难抓住黑旗啊 从底下打呢 这个黑旗呢 就可以做结啊 这个结 因为 毕竟是在 白旗空里面折腾啊 这个结 应该是 黑旗比较轻 白旗比较重啊 在破空 破空的时候 我们多次强调过这个问题 就是 不要看是 白旗打结 杀黑旗 但实际上这个结呢 有时候 黑旗是比较轻的啊 因为你是在 破对方的空 这个地方本来是 白旗的势力范围啊 这个有时候 不要单纯 从死活的角度上去看 这个呢 黑旗 马上的这块旗呢 就变得很有弹性了 而你要是 拐这个呢 这个黑旗轻轻的一飞 这个活起来 就很轻松了 很轻松了 你这个打持着 甚至于打持不着啊 打持着呢 它就可以先在这里 顶一顶啊 嗯 搬一搬啊 哎 这样呢 以后呢 再一战上 这个眼卫呢 基本上呢 就是够了 眼卫基本上就够了 所以啊 做成一个虎的形状啊 这个也是 藤螺常用的 做成一个虎的形状 不惧怕打结啊 那么呢 这个 黑旗呢 可以说呢 是 嗯 也比较是容易 处理啊 啊 面对白旗这个长呢 并不怕啊 并不怕啊 那么 呃 黑旗这个靠啊 白旗的 呃 其他的三种方法啊 都 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 那么呢 呃 能否成立的这个关键 我们来看看 双方最强的这个应对 白旗最强的肯定是啊 其他点我们都试过了啊 那么就只有上班 这个是最强的啊 这个时候黑旗就一定要小心啊 就是说 如果没有把握的话啊 没有准备好后续手段的话 这个一般被人家吃掉 那就亏了啊 那明显就亏了 嗯 这时候就不能像白旗下班这个一样啊 啊 白旗下班这个一样呢 去扭断啊 上班这时候扭断就不行了 如果你现在再去扭断的话呢 那它就吃掉 这个呢 黑旗也就最多打两下啊 这个肯定是不便宜 啊 肯定是不便宜啊 这个也就是说呢 呃 嗯 亏不亏啊 我们另弹 就是说呢 这个肯定是不会便宜 那么这个靠的这个效果呢 也没有起到应有的这个效果 所以呢 这个旗 嗯 现在这个扭断的手法呢 不好 不行 啊 那么 不能扭断的话 那么就在里面活出来 这个能活吗 肯定大家觉得这个要这个心里这个是打鼓啊 白旗这么多指呢啊 我这里面瞎折腾全死了 那不大损吗 确实啊 这个担心是也是正确的 那么呢 一定要了解这里的变化啊 知道清竹以后呢 就做到呢 胸有成竹 那么接下来 黑旗第一步 是斑 啊 你注意 这时候呢 白旗只有退 白旗只有退啊 你如果现在去吃 那就打出来这个还原成刚才那个扭断 现在也不能顶 顶的话呢 那么黑旗吃出去 这个白旗不能度过啊 被人家拔朵花这个度过是大亏的啊 有时候爱好者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即使过去了也是这个大亏啊 这个外面被人家拔朵花啊 自己的空还是自己的空 外面凭空多出一朵花的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 就是说 这时候呢 先搬 白旗只有退啊 这个是正确的 千万不要去先顶 注意 如果先顶的话 再搬 那这时候白旗就可以顶了 这个旗呢 黑旗 没有这个活路啊 没有活路啊 所以要先搬啊 这时候白旗只有退 然后呢 再顶啊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次序 白旗擋住啊 那么现在黑旗已经可以说是没有后退了 直路了啊 这个已经损了很多了 嗯 嗯 就是说必须把它活出来啊 不活出来 这个损失就 大了 那么 那么黑旗现在搬这个 嗯 现在搬 白旗呢 这时候呢 最强的也只有退 嗯 只有退 如果连搬的话呢 现在这个黑旗就比较轻松啊 这个活 活的就很轻松了 大家 等于就是说一打吃 再一叫吃 再一虎 这个活的就 非常的轻松啊 你夹呢 我就顶住 这以后 这一虎呢 就 活了 这个活的比较轻松 嗯 活完以后呢 外面基本上也没什么损失 只是白旗呢 稍微更厚了一点啊 但这个木属收获 还是很大 现在也不可能转换啊 打这个 因为这个花被提了 还是太大了 虽然这里吃三额子 但是 这边呢 这个损失还是太大 所以 白旗也不可能这样转换 那么白旗呢 也就只有在黑旗搬的时候啊 也呢 就只有退一个啊 好 那么黑旗 终于呢 争取到了一些这个空间 一些空间 但争取到了空间啊 下一步 才是真正的最关键的时刻 真正的 怎么办 那这一步旗很重要 能不能活啊 就是这个关键呢 现在这个呢 旗呢 比较 这个 易见的啊 容易就是说呢 看到的呢 手段好像是小尖 是吧 这个是好像最容易看到 但这个小尖呢 并不是很好 啊 并不是很好 白旗可能要挡住 不会让你爬 是吧 啊 那么 看上去这一虎呢 好像是 活的 但是实际上呢 不行 那么白旗可以打在这里 嗯 打了一打 这个反而是 使得呢 非常的 简明 啊 使得是 非常的简明 这个活不了 那么如果虎在这 虎在这 这个呢 也不行啊 那么白旗就简单的一跳 你冲这个的时候呢 它就退 啊 这个旗呢 死了 还是死 你并这个 它就扑 它就扑 团这个 团这个 它就是最 最熟的啊 啊 打吃了 跑 都可以 都可以 这样呢 黑旗呢 局部呢 还是死旗 好 那么这时候如果再爬啊 就不见得来得及啊 这时候呢 白旗如果顶啊 这样的黑旗倒是活了 但是白旗这时候呢 有可能直接点进来 你顶这个的时候呢 由于它外围比较厚啊 它现在可以退了 这个里面 很难办啊 因为你 团这个呢 它就 这里 这里可以扳 或者说是 并一个 并一个 可能更凶啊 这样的话 还是 不太好活 那么所以 这个 小尖啊 虽然是第一杆 但是呢 并不好啊 那么如果 直接去爬也不好啊 这个被它一顶啊 这个地方呢 你也没有 好的后续手段 现在尖呢 就尖不着了 因为这两个呢 損得很厉害啊 損得很厉害啊 嗯 它打这个也行啊 打这个也行 这样呢 嗯 嗯 这个就变成大恶手啊 你再爬呢 它就可以退了 但好像打这个呢 也可以啊 这样呢 嗯 这全死了呢 也不太好啊 这个它 就 强行顶住 强行顶住 这个好像是 也是自己撞气啊 使得比较干净 是这样的 是吧 这个撞气也撞得厉害 所以呢 这样也不行 那么 这个变化真正能成立的啊 那么 这一手就是 很 关键 很关键 就是说呢 是 大家一定要记住 哎 立 这个变化能否成功与失败啊 就是 这是最关键的 立一个 有了这时候以后呢 黑棋呢 就明显呢 就活了 白棋从这边杀不行 是吧 你这里杀呢 黑棋就是老老实实硬住 是吧 你要是走呢 由于黑棋这个托使先手 这个眼位呢 没有问题 你顶呢 它就立啊 你这里有断点 走这个呢 它就顶住就是 这样呢 很轻松的呢 就活了啊 从这边杀呢 这个黑棋活得很轻松 那么白棋就只有从这边杀 从这边杀呢 你也不能杀得太紧 如果走在这的话呢 那么黑棋这边啊 藏出气来以后呢 明显的流有呢 以后这个挤断的手套 所以白棋要杀呢 是怎么杀在这 是吧 那么有了这个交换以后呢 现在 黑棋呢 这个可以爬这个 这样呢 黑棋做火呢 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嗯 白棋呢 顶 这话呢 黑棋就斑 这个扩大眼味 再一呼啊 这个 安然成火啊 还是 应该来说还是这个比较 舒服的啊 比较舒服的 嗯 那么嗯 白棋如果强行来尖这个呢 现在黑棋呢 也不怕啊 啊 这有个字 也不怕 由于这个地方呢 暂时呢还没有毛病 还没有毛病啊 黑棋呢 就算老老实实挡住就行 老实实挡住就行 你现在打了利呢 没有用 打了利的话呢 它可以 它可以这个 这里挤 这个呢 白棋呢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所以说呢 嗯 你先打持这个 利啊 做聚伤呢 也没有用 这个黑棋呢 依然呢 可以通过这个顶 来 扩大眼位 扩大眼 这个呢 不好办 由于这里松着气啊 那有时候 那时候我万一紧着气 不就行了吗 但是紧着气呢 这个气 还是不行 那黑棋就 可能暂时不爬啊 它就 虎一个啊 简单的 那你想强杀我呢 只能跳 是吧 那么黑棋这一冲了以后 啊 这里这个毛病就全出来了啊 这个或者先搬一下啊 先搬一下更好 这样呢 再打了一场啊 这个这个外面 由于黑棋里面还是有不少气啊 这个这个全都是呢 毛病 这个一带呢 肯定是白棋啊 这个不行啊 强杀呢 肯定呢 是要杀奔啊 杀奔的啊 可以说呢 嗯 这个棋最后啊 黑棋大概能形成这样呢 如果说形成这样做活的话啊 那么这个黑棋呢 还是应该来说是比较成功的啊 成功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铐啊 的变化呢 是可以成立的啊 成立的 而这个关键的地方呢 只是需要注意一下这个次序啊 注意一下次序 把这个次序我们再讲一遍 靠啊 对方搬的时候 这个 千万一步都不能错啊 这个黑棋先搬啊 白棋退 黑棋顶 先搬再顶 记住 顶完以后 当形成这样一个棋形以后 注意 这个 这个 单立啊 是这个局部作活的妙手啊 有 有此一手以后呢 这个地方可以说 黑棋呢 破空 成功啊 这个是 大家需要注意的啊 但反过来说呢 如果说是 单纯白棋就走成这样呢 似乎呢 没什么收获啊 但白棋在这里呢 也会寻求一些 尽量啊 这个是对自己有利的变化 比如说 他不会这么利的杀你啊 他会走在这啊 你做活的时候呢 他可以通过搬打 获得一些便宜 或者说呢 由于这个地方啊 这样 白棋 硬来的话啊 硬来的话呢 这个黑棋活的呢 反而活的比较轻松 可能白棋相对啊 对白棋来说 更有利的变化呢 大概可能还是长一个啊 并不是班啊 有可能长一个啊 那么形成这样一个呢 黑棋 虽然不怕 但是呢 也是会形成一个相对来说呢 比较复杂的 这个局面啊 白棋呢 可以就是说 从长计 这个呢 就是说 还是复杂 我们虽然说黑棋 从破空的角度上来说呢 当然黑棋还是成功的 成功的 但是 我们替白棋考虑的话呢 也是白棋相对来说呢 是一个比较 就是说 可以说是 最好的应对 黑棋破空的招法 不用做 好 看完以后 以上变化以后呢 我们就知道 面对这样的棋形 黑棋这个靠啊 来 破坏白棋的空呢 是比较有力的手段啊 后面的次序呢 希望大家呢 能够呢 牢牢记住啊 好 今天的讲座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